世纪赛选手教你玩会迪瓦 颠覆你对迪瓦的认知 本期是非常荣幸的 通过8308找到的守望大神林池青 正八顶职业选手 在成都猎人队打过世界赛 是活在守望先锋连赛集锦里的男人 就这含你呢 直接点赞收藏 把你的朋友爱了过来摁着头血 然后灵哥给我简单的展示这把迪瓦 非常朴素的上高台 运力员是开翼朴素的秒杀 简单跟枪 舍不得追击杀掉安娜 在一动不动开个矩阵 味道开大76的嘴里 躲起来回一下矩阵和异性能的CD 出去接着味道嘴里 舍不得创到脸上 然后开翼就把76创死了 最后朴实雾化的跟枪抱头 这么看迪瓦好像也没那么难玩吧 坏了给对面打碎了 我上来就是一个闪电五连问 什么人想比较克制迪瓦 迪瓦不好打毛妹 毛妹不好打星星 星星不好打迪瓦 什么情况下选迪瓦 我选迪瓦主要看地图 一些高点多的图 玩迪瓦是特别好的 你觉得现在谁是T0级别的T 塔利亚又有弹度又有输出 迪瓦有没有什么终极连招 我一般如果我贴近的话 我会先近战 然后再加飞再加近战 这样打出一个两个近战 加一个撞的伤害 当你能瞄准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E的 第一时间不用开E 等到你转到看到他的时候再开E 然后你不会浪费E的伤害 然后自己也不会晕头断下的 又和灵鹅交流了两码 感觉他的第一码真的太细了 泡泡开那些需要瞄准的操作 那也是做到细中止细 比如对面这个大锤 一整局也没有刮出一个猎眼打击 我拉人的时候 也会用矩阵和身体保我 就连核爆也尽可能做到了 扔了就有人头拿 睡觉的音效刚出来就能挡住 队友被勾也第一时间给举人 就安全感爆棚 然后又带着灵鹅详细地问了一通 准星用的是传统短十字准星 但是 准星主要是根据个人喜好来 地外两个设置灵鹅都是关闭的 仅供参考啊 都是老板的老板的设置 核爆一定要多练 45度仰望天空就能抛出完美空爆 但是如果想扔近一点的空爆 需要在地面上消耗一些燃料再投出去 就转个头然后再转回来 差不多是这个 如果假如敌人正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最好就是 可以把核爆投来这个房间口 假如你想玩这种花了 你可以投这种蹭墙的核爆 它也是会达到一样的效果 还可以把空爆放在边边上 然后由小地吧蹭下去 E它是一个AOE伤害 不一定你要把准星对着别人 你打地板它也会爆 就是说这个意思呢 你对着它打可能打不到 但是你对着脚底子 对次也有个剑射伤害 关于矩阵 林哥还说了 每次短开矩阵 关键技能一定要挡住 而且矩阵尽量要留一丝丝 来挡致命伤 矩阵有三种用法 保特定的队友可以怼在他身上 针对特定的敌人 可以围到他嘴里 太卑鄙了 你看又把它吃了 但大部分还是在敌人和队友之间 这样横着挡住 而且自己最好在掩体里 最后是我最关心的打法思路 地板搭配什么英雄比较好 地板这个英雄是比较万金 因为他既可以打进攻 也可以打防守 遇到枪位队友 以保护队友为主 遇到狗位队友 可以打得凶一点 和队友一起打伤害 做收割 比如说敌人拿出一个什么阵容 我拿出地板就随便打他 一方拿星星的话 我就是会选择拿地板 打地板一定要找掩体 飞飞伤害 面对敌人的时候 要么有飞 要么有掩体 要么有矩阵 最主要的还是要保人 给队友创作环境 结合实战 老规矩啊 我们站阶体旁边 然后 停 因为这期视频 我做了也是很久的 非常累了 然后我就不给大家 做后面字幕了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投币呀 队友是有元氏的 这种时候如果有残血的话 我们是可以飞上去 跟元氏打一个机会的 我们就在阶体旁边就行了 那如果你高估元氏呢 元氏其实这个X 那我们就保着呀 我们打地板就是保着吧 像这波我们就配合元氏 杀了爱石 然后有时上去送 我们也没办法 有时候有些东西 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你看我们进阴体 查理亚其实第一时间 打不到我们的 阴体是免费的防御力 不用消耗几阵 不用消耗飞 队友死了我们就走 队友这都死两多 我们先跑一下吧 队友调人了 我们就可以跟着往前压 你看元氏拔刀 我们举阵举 对面查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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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吸给放来 因为他要吸 他要吸那个激素刀 所以我们只需要对着查理亚 举举阵就行了 你看我们卡这个拐角 这边上打我们就得走出来 这时候我们队友就可以 就可以无压力输出 把那个暴博撞进去 你看我们一直站拐角 其实并不是特别怕查理亚的 有静疗我们就上去打一波 因为我们有核爆 我们上去卖也没关系的 你看第一时间又回来 你看这边查理亚想出我们 他就得走出来 原始交秀特就吹我们安娜了 我们保一下 你看我们继续进掩体 猫妹其实说实话 打我们并不是特别的 我们又回到这个掩体 就是一直利用飞跟独阵 你看又把他吃了 就他刚刚就忍不住了 但是我们一直盯着他了 我们其实啥事也没做 我们就一直盯着查理亚 好我们就又成功吃到了一个阿贡 我们就升级来高台 高台是比较好防黑影的一个点 刚才那个地方是没有高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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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波我们又有机子刀 又可以找机会吃他猫妹一个息 提前30秒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差不多吧 感觉一下对面猫妹快有息了 这就是算伤害算能量 你看我们一直举着猫妹就行 我们举着猫妹其实就是变相的 相当于举着原始 我们举入其他关键人 也是相当于在保护他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保护 我可以骗他一下 我们假装没矩阵 等一下我们假装没矩阵 那你骗真没矩阵 这下不是没矩阵 这下直接被黑了 一滴血 那最后肯定是赢了 我就直接搞了一把低吧 自己试了一下 这边就是直接上高台 上面很多人 但是呢 仅遵灵格教诲 坐在这个小烟体里面 给我罪友开这个屏障 然后拿这个E打他脚底下 突突一顿 没有血了 我再出来 让我家奶奶我 卡一个烟体 他们还在上面 那我试着撞一下 撞一下 撞不到人 那没办法了 我就开始进行往后撤 但是这时候看到有一个进聊 然后我就疯狂突突突 疯狂突突突 这是个天使疯狂突突 突然感觉质的飞跃 然后还有一局 这局上面有个堡垒 然后我就对着他 疯狂点他那头 这边 虽然说爱是进聊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 这个东西可以挡奶 然后我就疯狂挡上奶 一看 安娜原来自己在这 那我就直接索性把安娜切了 不就完事了吗 后面看到星星在追着我们家 这个什么东西店 然后我就直接跟过去 疯狂进战 Shift进战 最后拿下这局